现在已经11点4分了,我赶紧订票上火车 白天的车票买不到了 只能买晚上的车票了 我订了晚上11点38分的火车票到猪州 明天早上5点49分到猪州 票去好了,晚上再进站了 现在找个地方去玩,买东西吃 好了,现在已经晚上7点钟了 我准备进站了 看我吃饭 列车已停运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列车停运了 完了完了完了,那怎么办呢 我那少了,他说列车停运啊,停运了 可以吧 有吗 不行,他反正到晚进来了 因为瞎暴雨啊 他跟我核对过了,列车还是开的 9032,因故停运 真的停运了 9032,看见没有 9032,因故停运了 红的,红的,因故停运了 我都是9032呀 我那个停运了,怎么办呢 停运了,出口出去,收票厅去推票去 我要买其他的票再走了 现在出来了,去推票 推票去那边,收票大厅去推票 哎呦,这里面好多人呐 完了完了完了 退票舱,取票,都是退票的 停运车,退票舱,在那边 有三个窗口是停运车,退票舱 好了,我改建好了 我改建了,11点多钟的 现在出去,再重新进站 进站 口罩站下来,口罩 容虚安检 呃,我湖汉山又回来了 好吧,是哪辆车我就不说了 一会我就发视频 这车站里面是改造过的 这里面是软席后车室 贵宾后车室 快餐和饭 这么晚了还有什么快餐和饭 这么多人 去搞一壶水喝一喝 这个地方 都老大一个圈子啊 这个里面 我们从这里走吧 它这个中间是空的呢 那个下面是空的 那个下面是空的 我在这里 后车厅面积5804平方米 AYO 5805下去啊 这个怎么弄呢 好 我 早10分钟 往前走 五站台 还往上呢 近站走地道 这辆车 要开车了 车还在前面 还要走 五节车厢 车厢挺空的 11号车厢 就坐这里吧 三个 车厢里还是挺空的 我们随便找个位置吧 我的位置在前面 那边也有三个位置空的呢 冷啊 我这么多衣服都穿在身上呢 天快亮了 现在五点多钟啊 五点半了 现在 现在六点钟 天全亮了 衡阳还没到 现在快到衡阳站了 我现在是从广州到租州的火车上 到租州要晚点了 火车晚点了一个小时 车厢里没什么人们 他们都到衡阳西下去了 租州到了 好了 好了 到了 好了下来了 现在出站 现在八点多钟了 晚点了一个半小时 出站口 下来再上去 火车票拿出来 火车票拿出来 开放不查票 所以租州 租州站 租州站 现在八点十分了 呃 现在 去租旅店去 你买的票没有啊 这里的旅店不多啊 我离的远一点去 这里有几家便宜的旅店 这是北方水酒 盖码饭十块钱 大单间 三十元到四十元 自助餐十二块钱一人 宝宅饭 加宝宅饭两元 自助餐十八元一人 小单间二十五元 改室快递 这还有租住 普通单人间二十五元 中桥旅馆住宿 小单间二十五元 中档单间二十五到三十元 现在有二十元的单间不了 三十 只要三十啊 软一点我想干净一点 你有二十五吗 自己 自己 自己住两三天 住两三天 住两三天 107 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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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哦,还算干净 哎呀,行,这里吧 有热水的吧? 有啊 哦,那就住这里吧 35,10块钱押金 好,押金单子 好,钥匙 好了,进来了 把灯开一开,这是电动扇 灯啊 灯在哪里? 灯怎么开? 怎么灯没有呢? 灯在外面 哇 电视机,电视机我也不看了 床还挺大的,可以 卫生间挺干净的 现在外面呢,25块钱 对